你从航母上一起来之后 你周围就全是黑的 然后如果上面有云的话 你也看不到天空 也没有星星 你就像在黑洞里面一样 下面一片黑 上面一片黑 什么都没有 航母在海上航行 从空中看 只有一枚邮票大小 而在暗夜环境下 找到这枚小小的邮票 更是难上加难 舰载机航母夜间起降 难度犹如萌眼走钢丝 海面上两道微小的摇曳的指示灯光 成为舰载机降落 唯一的参照标识 一不留神 就可能发生险情 着剑的后段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有点 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 因为我明显的感觉 就是我们所谓的追踢分配 我看到的跟我的动作 可能不是那么协调了 有可能我看的变慢了 操作也可能修正的 不是那么精准的 这明显就是一个 有点紧张的那种感觉 那天我可能就是这个 看里面的偏多一点 看外面的少了一点 这样的话 对我的这个方向高度 其实这个判断就没有那么准 结果就落得比较靠前 当时驾驶战机的核质 在即将逐渐的瞬间 突然意识到自己位置偏前 简载战斗机飞行员 之所以能够精准着箭 是因为每一个环节 都要十分准确 尤其在暗夜条件下 能见度差 飞行员像坐在一个 近乎全黑的空间里 容易出现反应慢 判断不准等现象 简载机飞行员一不留神 就可能直接扎进海里 或者撞向航母 可能我这时候看的东西 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一到那个后段的时候 偏差可能就已经比较大了 已经就是无法进行修正了 紧急时刻 在危险触见的边缘 核置驾驶舰载机 越过甲板 重新拉起 即时做出调整 选择来逃逸复飞 因为这个人一旦我疏忽了 有可能会 这一次我是逃逸 下一次我有可能会出现 其他更不可控的一些偏差 逃逸的战机要进行复飞 编队的其他战机 就要增加制空时间 在有限的油量下 每一架战机只有更加精准 才能保证整个系统编队任务的 顺利完成 我再来一圈 首先我要耗油 这是对我自己的影响 第二个 相当于我插队了 后面的飞机 它携带油 其实也会增加后面飞机的时间 它会在空中待时间更长 就是这样的 相当于我插队了一样 合制的第二次拙舰顺利完成 在宛如黑洞的深海的夜晚 它们不断突破的 不仅是飞行技术 还有超乎常人的沉稳和果感 在宛如黑洞的沉稳和沉稳和沉稳